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李 欢迎大家点击我的视频 前几天有YouTube的网友在下边给我留言说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啊 现在有很多的人除了讲软路由就是讲黑苹果 现在呢居然像老李这样的老大爷也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说什么都行 老李在这也不在意 本来呢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自己与别人心目当中自己就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老李在这呢 心平气和的接受各种外界贴过来的标签 无所谓 那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或许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个世界在几年前呢 就已经开启了大爷模式 咱们先说去年 去年我记得有两部 动作电影 一个是斯瓦辛格斯大爷拍的这个 Terminator 这个也进行了他的这个收官制作 那另外还有一个喜欢光着绑着哈 深入敌后的这个John Rambo 这个这两位大爷都 光荣的羡慕了 还有一个大爷呢 他就是喜欢看着大坑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凝视你 那在地球的另一边呢 还有一位大爷喜欢做这样的一个表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另外呢 最近还有一位大爷 利用一种 给别人催眠 并且自我催眠的方式 也在网络上 出名了啊 大爷好像的绝技是 我模仿一下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也不这么难 好的 那好 那今天的闲篇就先扯到这 看大爷呢 给大家讲一下 2020年 迈克系统上可以免费使用的杀毒软件 好 开始 大家看到我后边的这个屏幕 大概呢 现在提供杀毒软件的厂商呢 有这么多 但是咱们今天呢 要势必把一些 另外一种需要就是你付了费以后 再免费的这个软件 咱们给挑出来 就是那种 你不需要订阅 也可以免费 适用的软件 或者是可以免费长期使用的软件 好 咱们开始 那第一个呢 是卡巴斯基 卡巴斯基去年是免费的 今年他们不免费了 咱们就从这个名单当中把它剔除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来自德国的软件 Bit Defender 获取Bit Defender的这个方式呢 非常简单 咱们甚至不需要打开它的网站 打开你的App Store 然后在搜索这个栏里 我们沾入 Bit Defender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左边的这个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我现在点了这个以后呢 是打开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无论你的系统是中文还是英文 它都是英文 这个没办法调过来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普通的扫描 第二个呢 是那个深入的扫描 第三个呢 就是你定制化的一个扫描 首先来说 当你第一次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当你点 无论是深入扫描 还是轻度扫描的时候 它会给你更新它的病毒库 它会连接到这个网站的服务器 去更新的这个病毒库 那现在它最新的病毒库呢 是来自于上个月的30号的这个病毒库 顺便说一下这个Bit Defender呢 实际上它好像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在欧洲的一些网站网站 在一些支付的页面 它们通常是跟诺顿提供差不多一样的服务 它们保证这个支付页面 没有挂木马呀 保证你的支付链接 和这个跳转呢 是安全的 所以说这个Bit Defender呢 在这个领域呢 它们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尽管它们并没有太多的名气 而第二个呢 是这个Averst 打开这个页面 打开他们的官方网站 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但是你别点这个免费下载 点这个免费下载呢 它下载的是Windows版 咱们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讲一些 苹果或者迈克系统下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Windows版 你不用去管 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它这个下边说 另有Mike Android 还有IOS 对吧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点这个 另有Mike 我点这个 点这个小箭头 点完以后呢 它现在出来 一个是免费下载 一个是购买完美版 咱们点这个免费下载 这个时候 它就跳到一个这样一个界面 它就呢 过一会儿就自动开始下载了 如果说你的下载速度不太快的话 请把你的那个SotoSox或者V2ray调到全局模式 好 由于一个系统呢 不能同时安装多个防毒软件 我就不在我的电脑上演示了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喜欢这个界面的风格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去下载去看看 下一个呢 是AVG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无论是在 Mac平台上 还是在Windows平台上 点开这个以后呢 也是一样 它弹出的这个界面 如果你点免费下载 那么默认的是Windows版 我们要点这个下面的这个Mac版 点了以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 链接打开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大概一个以黑色为主题的哈 这么一个界面 它说它可以在线保护 然后自动更新啊 然后这是Free版和这个付费版的一个区别啊 点了这个下载呢 就开始下载了 诶 这个界面跟这个Everast看起来很像啊 接下来呢 咱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Everast 这个呢 被大家亲切的叫做小红伞 因为它是一个小红伞 的一个图标 所以呢 叫小红伞也没有任何问题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呢 还是这样 如果你点 下载的话呢 下载的不是苹果版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界面呢 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界面 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呢 那你就按照这个风格去选择 首先我咱们要选下载的话 点家用 家用以后 把你的这个平台选到麦克电脑这个地方 然后呢 当然咱们不能下这个prime 咱们要下载这个free security suit 对不对 点开这个以后 再点这个下载 就开始了 就这样就是开始了 注意 这个软件我要说一下 这个软件它不但包含一个 苹果版的撒毒系统 它还包括一个 VPN 这个VPN是免费的 但是呢 当你想使用一些 有长的节点的话 你需要付费 这是它的VPN 你也可以免费下载 试用 这个VPN 然后这个里面它又提到了说 这是一个德国 的软件啊 所以说在品质上呢 他们认为是可以有保障的 另外再补充一下这个AVR这个软件呢 它是有一个主动 防护 这么一个功能的 就是当你打开这个软件 你像 PC版的这个360一样 你打开以后 它可以主动防护你的电脑的一个状态 当你 系统进行改变 或者说 有新的东西增加到你的电脑的时候 它会起到一个主动防护的一个作用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软件 Malwell Battis Malwell在英文当中直译过来呢 就是 恶意软件 所以说可能这个软件它偏重的重点呢 并不是查读 可能是一些 电脑里运行的恶意代码呀 或者是互联网正在 互联网上已经 比较流行 或者说在你访问一些页面的时候 在这个方面 在恶意代码这个地方呢 它们可能会更 着重的帮你去排查 打开这个网站 首先咱们要接受他们的cookie 然后呢 右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很大的一个free download 这里边可以看出 它的这个免费版本呢 其实也只能帮我们检测和移除那种间谍软件啊 那如果你觉得你希望 使用这样的软件呢 那你就在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 再点下这个free download 它就开始下载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软件同时还支持这个chromebook啊 这样的一个版本 好 那今天能在麦克上运行的杀多软件只有这么多 那同时呢 像这个panda free antivirus呢 它虽然可以在苹果上运行 但是它需要你注册以后 才能使用 而且呢 你可能要付费 几个月 然后它才免费 使用一个月 当然你是可以免费的 没有任何条件的退的 还有一个软件呢 是专门防护 弹出式广告 或者是一些广告的 但是这个由于不支持 麦克平台 那咱们就在这呢 就不多说了 suface 它是需要你注册了 然后才能免费使用 那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很多 也不需要注册 也不需要任何的 付费 也不需要任何条件 就下载了 就能用的这些软件呢 那咱们也没必要去尝试 那些了 好的 关于麦克防毒软件的方面呢 咱们今天就介绍到这 还有一个可以一句话带过的理念 我顺便在这跟大家说一下 计算机发展到现今阶段呢 已经不单纯的是病毒软件就可以 窃取或者是毁坏我们电脑里的资料 像麦克系统上 它有提供了几个安全级别高于windows平台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不管怎么样呢 除了防毒 和防恶意软件以外 我们在电脑的使用的时候呢 也同时要注意以下这么几点 不把电脑呢 借给不相干的人 也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隐私 在互联网上一些套取个人信息以及一些 非常可疑的行为呢 我们尽可能呢 也要不要参与 如果你想参与 你觉得好像比较感兴趣 那么请你 买一杯咖啡 给你身边比较懂的人啊 向他咨询这个问题 那好 为了配合今天这个老大爷的话题呢 我还特意找了一把藤椅 大家可以看看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那么点意思 别忘了点赞和转发 拜拜